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问我问的最多的 怎么瘦腿 怎么出马甲线 怎么瘦白白肉 其实都可以一个东西有关系 那就是减脂 所以说今天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怎么样减脂最好 怎么样吃最好 怎么样练是对我们减脂最有效的 那在此之前呢 首先要跟大家明确一下我们减脂的真谛 那就是饮食 只有当你吃进去的东西 远远少于你今天的消耗的时候 你才能够看到一个明显的减脂效果 当然我不是说要让你们去急功近利的去做 不是要让你们去直接减少今天一天的消耗 而这个减脂的话 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只有你把它变成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之后 你的这个效果才能够更好的保持 所以可以试着把自己的这个代谢 看成一个星期甚至是一个月 你只要保证这一个星期的消耗 是大于我们吃进去的量的 那就可以得到一个长期减脂的效果了 所以记住第一点 饮食对于我们减脂是非常重要的 那至于说怎么练 其实练它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提高消耗的一个方法 那不管你是做有氧也好 还是做基础力量也好 它都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减脂 那我们再说第二个概念增肌 其实增肌的话 你想要得到一个有效的力量增长 炼成那种大力士的那种形式的话 一定不能忘记的一个东西就是饮食 还是饮食 只有当你吃进去的东西是大于你消耗的东西的时候 才能够给我们的肌肉更多的增长 但如果你按增肌的方法去炼 却得不到我们更多的蛋白质的摄入 以及碳水的摄入的话 那你其实只是在一个低效的方式去减脂而已 所以要注意 你不要太害怕 就是把自己练得特别的大 特别的man 因为这个在你吃的很少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一般来说女生的力量没有达到那个层次的时候 也是不可能的 每天做自重生吞 每天做卷腹 每天做一个两公斤的弯举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这种状态 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塑形 其实塑形这个词在我们很多的理论书上面都是不存在的 因为它是一个现代社会为了迎合女性的需要而存在的一个词 就算是一种营销手段吧 因为塑形它其实就是对一些 就是已经看起来比较瘦 比较苗条的女生 然后想要帮助她们让自己的肉更紧实 让自己线条稍微再明显一点点又不极致于特别的粗大的一种状态 而造出来的一个词 所以其实塑形就是一个慢慢增积的过程 就不用太去纠结 不要怎么样去塑形 你只要按照自己的方法 注意 注意饮食你就不会胖起来 注意训练方法你就不会大起来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好 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 我是安小雨 下次再见 请你给我点赞 订阅我来说 し ft pa就要看 好